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声同气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闻 玩具最新闻,努力同理品 大家看到我,应该猜到我又来春节到计时 今天来2024春节,还有28天 而就在今天春运首日,即1月26日的火车票 亦正式开售,但与往年有点不同 今年的后保扣票功能,车票改签范围都有调整 如何调,让记者慢慢来介绍 今天上午在广州南站,记者看到 不少市民前来准备线下扣票 11点就可以放26号的票,看能不能买得到 带着愉快的兴起去回去吧 是不是去开开心心,过一个年吧 就是希望路上顺利,买得到车票我就开心 26号是今天,今天售票吗 然后我排队排到了,他说没有了 应该还是坐这个车吧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1月10日起,推出了 春运期间,学生务工人员专区预约购票功能 通过这个专区来购买,春运期间的火车票 可以提交开车前17天以上的出行购票需求 最晚可以预约到3月5号的车票 从1月11日零点起,铁路12306网站 优化升级后保扣票功能 增加后保订单和被选方案的数量 扩大后保订单对现时间选择范围等内容 原来提交后保订单的时候 可以选择两个双轮乘车日期 每个日期可以选择5个车次加值别的组合 最多可以选择10个组合 而优化后,可以选择预售期内任意3个乘车日期 累计最多可以选择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 将进一步提高旅行后保扣票的成功率 铁路部门表示,1月10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途后 预计截前全逛铁路每日安排旅行列车12700列左右 截后每日安排旅行列车12800列左右 客座能力较2019年春运分别增长14.4%和12.6% 各车站也正在紧罗密鼓地做好车运各项准备工作 目前也是终点对咱们的检票炸机 电机以及安检仪等各种设备设施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整治 包括饮水设备也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毒和清理 李秋为旅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乘车企业 增加后保订单和被选方案数量 对于每个乘客而言是方便了 至少提交次数少了,不用常常很抑郁 看着手机,可以吗?我怎样? 但不知道我是否理解错 理论上这些后保选择 仍然会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某一个群体中会出现相对相似 都是那些人 因为如果方向是不变,目的地是不变 只剩下那边的空间也不大 但当然,饭要一口饭吃 问题都要一点点去解决 买不到火车票,还有其他方案 某些行程里面,机票也可以 而在民航服务当中 机票免费,退票难,志愿退票贵 其实是旅客吐槽比较集中的问题 在最近,国内多家航空公司 相计发布了客票的退改新规 当中,全家经济舱机票 提前7天可以免费退票 我们画的重点,全家 就是说,如果我买的不是全家 是不是就没得退呢? 相较于火车的提前7天免费退 以及临时退票 最高收取25%手续费 民航的各种仓位区别 志愿退的条件 需要提交的各种材料 往往劝退了不少旅客 定的时候没有看说 可以免费退改或怎么样 还是比较麻烦 然后之前也试过就是 如果是临时要退要改 然后后面要提供很多的证明 给航空公司就感觉很麻烦 这次客票退改规则的调整 调低了机票退改签手续费的比例 并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用场景 例如机型变动 机票买柜可以免费退改 放宽阴病旅客退改规则等 以2000元全家经济仓为例 调整规则等 全价票退改费率 由此前的100元 改为免费退 而过去不退不改的经济仓 如果是全价才可以这样的话 其实倒还好 因为你算上优惠什么的 其实就除非是可能真的是会改 要不然可能我还是会订那种 可能退改 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可能价格上优惠的 专业人士分析 新规实行后 退票平均可以省回100元左右 对于经济仓旅行来说 不需要搞清楚不同仓位的差别 实际退票价格 以订票页面展示为准就可以了 此次退改政策的调整 首先是明确了退改条件 把一些模糊的地带清除掉了 另外它也扩展了免费退改的范围 这些积极的信号 意味着航司对旅客服务意识的增强 据民航局消息 2024年春运期间 民航旅客运输量将达到8000万人车 日均200万人车 较2019年春运增长9.8% 那新规实施后 春运期间的机票 怎样买才会抵抵呢 假期前大概有三重旅客购买远期的机票 也就是提前14天以上的 那在新规执行后 全家经济舱提前7天可以免费退 覆盖了火车票的开售区间 这就意味着对于热门航线来说 旅客可以提前购买全家经济舱确保出行 然后是火车票的抢票情况 以及机票价格变动来决定是否保留机票 厌内人士提醒 目前春运期间的热门旅游线路 例如三亚、哈尔滨等 机票价格不会有明显下降 由出行需求的旅客 可以参考扣票策略鎖 而返香港航线 会在火车票开售后 试销售情况放出折扣仓位 旅客可以在这个时候 关注机票价格 怎样都省得到 当然是好 但当退票成本低了 大家退改方便了 就意味着退改现象可能会多了 其实这边的不可预见性多了 会不会导致另外一边的不可预见性多了 会不会摇摇板地造成另外一边的机票超售又多了 到最后 迴旋标 会不会又刮到我们旅客身上 我们不妨又给点时间再观察一下 好了 来到年底 很多消息 基本上都自大喜庆累镜 今天 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区首都师范大学 紫棋实验中学主体工程开工 而这家学校正正就是位于澳门新街坊的旁边 预计2025年年中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 橫琴紫棋实验中学 位于合作区港澳大道北侧 比伦澳门新街坊 占地面积近4.8万平方 总建筑面积超过6.1万平方 计划办学规模为36个班 可以提供1800个学位 航校的建设布局 借鉴了岭南传统书院风格 争取把更多活动空间归还学生 将各年级教室 围合成专属的汉集社区 形成立体、开放、共享的校园氛围 项目建设有教学区、生活区还有活动区 我们就计划在按计划 2025年年中我们将建成 并于当年秋季开学权投入使用 横琴子期实验中学已经在2021年9月开学 但目前是在横琴子期实验小学借场地来办学 新校园的开工建设 将为学校办学提供高品质的硬件支持 并可以提供更多公办教育学位 在教育配套方面的话 我们金融岛片区小学在去年年底 刚开工建设 我们还有一个国际集中区幼儿园 也准备动工建设 今年还会继续推动一批重点的民生项目 例如芒州隧道 计划在今年年底就会通车 还有我们的市民艺术中心 也将于今年年内就可以建成开放给市民使用 好啊 确实是好消息 年前是一个时间节点 人人都赶着问问题解决成点 最近我们收到中山市东凤镇的观众报料 说当地中心地段有一个楼盘 业主已经入住了6、7年 但消防设备到现在还未投入使用 不用问了 至今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他们纯属幸好 面对巨大安全隐患 为什么一直拖住呢 看调查 这些小区的消防系统是全部不完善的 消防水是没有的 这些都是没有水的 然后这些消防报警都是没有用 用力按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当发生火灾的时候 完全是达不到一个疏散报警的一个功能 位于中山市东凤镇升平路12号的细保广场 一期有7栋32层的住宅楼 共有896套房 目前已经有500多户入住了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小区竟然是还未员工厌收的烂尾楼盘 开发商交给污液的只是这些业主买的房 就敷掉 其他的水啊电啊消防全都没有交给污液了 1月1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区竿主要通道 臨时搭建了防护棚 防止流动外长持尊脱落商人 在防护棚下 摩托车电动单车密密麻麻地迫满了人行道 而在小区各栋楼每层的公共空间 只是临时配置了4平容量不大的灭火器 记者在走坊中了解到 那些业主目前最担心的就是消防安全隐患 在2019年小区三栋某单元 曾经因为业主在家里拜神而失火 幸好破构及时未酿成严重后果 其间来的黄生一家至今仍然心有余悔 黄太怀了业胎后更加不敢在家里住了 老婆都不敢在这里住知道吗 大的肚子都不敢在这里 她就怕万一在哪里着火啊干嘛 电梯坏了 在1月4日早上小区六栋某单元因为电热水器故障起火 幸好业主发现及时自行庞灭 火灾中当地消防也赶到现场后面 已经是全部烧成这样子 特别的黑 如果我这边是没有人在家的情况下 会是什么情况 已经问过消防员了 如果是我们这边启动任何一户 如果是着火的情况下 消防车是完全没有办法进来救火 所以风险特别大 说了很多东西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杂扒 很多问题在这里 一个一个问题就好像连环套 因为电动单车等等容易引燃火灾的因素 令人特别去关注消防安全问题 又由于消防问题令人疑惑 为什么开发商移交不了 对了 问题的证结就是在这里 我们继续追问 试保广场商务因资金链断裂于2016年12月起陆续出现停工情况 导致试保广场业主未能如期收楼 2017年试保广场部分业主在没有验收的情况下面 对镇政府多次通告献说无效 对镇政府多次通告献说无效的说法 那些业主都表示反对 对你们做政府有没有主持过你们 没有 因为在政府那里谈谈他凭什么主持呢 中国老师开发商 一看 叫他人的业主打电话 同时住在中国的晚上 从那一开始以后就是中国打电话 哦 採访中 业主向记者出示了入住前 由开发商指定物业公司 发给业主的用户搜查 临时管理规约 装修守则等复印资料 业主表示 在他们入住后 东凤镇政府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 例如影商计协调解决了小区的正规供电供器问题 但消防和供水工程完成了九成后 就卡住不动了 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 由于资金问题 市保广场的供水和消防还没完成接拨验收 那我正将全力地去配合协助资产管理人 与供水公司完善接拨验收相关手续 对于何时才可以完成消防和供水的接拨验收工作 东凤镇政府回应称 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因为世保广场项目当前正处破产重组中 已经由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犯委唐资产管理人进行管理 记者联系资产管理人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但对方拒绝回应 1月2日下午3点左右 记者前往东凤镇政府采访 当日下午4点多 该阵城市建设和管理局 就和世保广场物业管理公司 送达了督促咸 要求他们加强日常安全巡查 但消防安全检查重于泰山 难道就只靠物业公司一己之力? 其实那个消防消防的隐况 我们一直都有 我们正专办一直都有联合上官的部门 去进行一个检查 定期都有检查 然后对于一些隐况 发现隐况都会马上的现场 去进行一个处理 你准查的频率是什么的? 来啊 那个其实这个不 其实这样子我们也只能按照大干 但当时你们昨天提出来的那个大干去进行回应 这个不好意思 那继人家的本职工作 做完了有空才去看 难道真的跟你定时去看吗 强行入住 恶意入住 但是这班都是真金白银买了房子的业主 入住不了是因为开发商问题 竟然劝业主不要入住 那为什么不劝开发商解决问题呢 因为解决问题要钱 那业主入住不了自己的房子 难道他不会产生损失吗 严格而言 楼盘是属于违约 因为到了交楼时间 都不满足基本的入住条件 从前年十月公开发布的消息 这个楼盘其实已经进行过四次拍卖 越拍价越低 而今次我们报道的问题 也不是今天才出现 是属于一个长期积极 问题太多 是因为责任主体不清晰 而到最后我们两条片看完 到了最后建立镇的专班检查制度 这个又何尝不是责任主体不清晰呢 各个部门都来帮忙去检查 责任一摊分 出事照样都摊得一干二正 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本质 就是他有空才来做 甚至你问他什么时候定时过来 他都答不了 放下权属问题 一个零消防安全的大型建筑 出事可以是大件事 如果出现亡人安全事故 会向谁问责呢 他应该就是最有动力和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如果以上这件事看起来都好像连续剧 他应该就是一出斧头蛇尾的一个剧集 降低风险 我们干脆地减少一点时间成本 我们看电影 截至今天 2024春节党已经官宣了六部电影 六部这么多 怎样都有一出对你口味 不过如果你说舖部你都想对口味的话 那应该很难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我买了票 坐下了 我看看 发现我真的不喜欢看的 我可不可以退票呢 就是说真的 我今天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都觉得自己很无賴 但原来 现在有观影服务已经可以好到 这样都可以满足 可能比较老套的剧情的时候 就会有点 就是不想看一下村庄的感觉 前天我看的时候 正好碰到装修 就很吵 感觉不好 反正票都买了 不看白不看 然后就是如果碰到好片 肯定是 算是比较幸运 但是如果碰到那片 也当看个乐子 近日在湖南长沙 有电影院试点自助退票机 市民在电影开场后30分钟内 如果觉得观影环境不适合心数 又或者电影质量没有达到预期 不满意 可以进行退票退款操作 据了解 这个服务的范起方 是一家科技公司 退款服务的审核和支付 都是由该公司负责的 不会影响影院的正常经营和票房收入 目前的话我们做的计划是一员 只能一千只能进行一次任的申请 如果票价的话大家都有 大家是没有上报的 具体的金额的话 还是具体看当现金额为准的 但不会差太多 在微信小程序上面 也有相关的退票操作指引 消费者只要离开影厅之后 点击小程序上面的免费申请 掃一掃棄票上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得到一个退款的核销碼 然后将这个核销碼 给自助的检票机或退票机掃一下 就可以完成整个的退款流程 这个全国首创的服务 引发各方激烈讨论 不少老友都表示支持 并建议推广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 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 这个是维护消费者的一种方式 只不过有市民说得 虽然这种方式 可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都有可能会出现漏洞 他无理退票 比如说他可能看了 他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人原因 然后他自己想去退票 然后就是对商家这边也是有一些不公平 你如果说一直有人在进进出出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剩下在那里看电影的那些人的观看体验 有的天他可能就是低开高走的 你也不知道后面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反转或者什么 所以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怎么实施的话可能还是要再斟酌一下吧 有时事评论员认为 网购有七日无理由退货 视频飞会员有六分钟试看 电影开场三十分钟内不满意可以退票 也是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 服务运营得当 亦可以直观地反映电影作品的市场反响 如果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进行优胜劣态 使得一批蓝片 一支不合格的商品能够退出市场的话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甚至他可以将这种扣票率 退票率的数据打包 整合之后 卖给相关的一种创作方制片方的话 亦都是一种对于电影热来说 是一种非常好的出众作用 同时七要奇亦提醒 该服务要扩大推广范围 服务范起方 要充分考虑到可能会有市场恶性竞争 导致大量恶意退票等因素 而据记者向官方克服查询 这个电影开场后30分钟内退票的服务 目前已经暂停试点 有得退是否真的好过无得退呢 如果30分钟内的无理由退票全面实施的话 最直接的改变是每出电影前30分钟 都是整套电影最精彩的 甚至它的压缩成为40分钟小电影 因为后面10分钟你看不看得多余 这样对电影作品的艺术表达可能都会有连锁反应 本来人家就是要铺垫 尤其是那些剧情片刚刚说了 那些反转片不用看剧情片 看风景片可以了 因为前面你知道后面说什么 剧情片你怎可能会知道 先亦后阳 以后不会有这种表达的手法 全部先阳后亦 亦到你后面不想看 赶走你 一出电影前30分钟 是否就决定了整出电影的所有呢 有待相確 好了 那我们来看湾区的生态建设最新消息 佛山市蜆城区 六岛湖露鸟观察基地 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后 昨天已经重新向市民开放 改造之后软硬件都有很大的提升 市民来观料是更加赏心悦目 在六岛湖中央的湖心岛上 林木冲屈 一只只露鸟在树影间同样而起 游客只会一搭入六岛湖露鸟观察基地 就可以欣赏到美轮尾换的生态露鸟画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关路平台 这里也是岸边离湖心岛最近的一个位置 通过这个高位数的望远镜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岛上的鹿鸟 同时在这个岸边也设置了很多鹿鸟的知识展板 我们这个鹿鸟基地2.0的提升 其实也是为了让市民能够走出去 亲身来到我们绿岛湖这里 能够看到鹿鸟真正感受到 原来我们的二级保护动物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做到的一个效果 升级完成后的鹿鸟基地 设有佛山市首个无人化展馆 从智慧门禁到机器人导游讲解 全部应用了最新的智能化管理模式 游客只需要掃描门口的二维码 就可以自行登记任内参观了 接下来我们绿岛湖这一边的环湖 还会有更多的一个环保 以及说一个休闲体育的一些项目会落地 也是希望我们在绿美佛山这一块 能够做到保育 以及说一个环境提升的一个宗旨不会变 奇咧古怪道道有 大深圳都没有遗留 最近网上有一张图片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 说深圳农华区的河贝村最近发了通知 说由于火灾太过频繁 要居民尽快清理好自己菜地的蔬菜和杂物 还有,以后不要再种菜了 居民自己的菜地不可以种菜? 种菜会火灾?不明白吧? 所以就要看片慢慢了解 记者现在来到了通知里面所说的位置 其实这片空地是位于深圳的一个城中村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被用作停车场 我们再往后看,这是一片坊地 里面种着很多树和摘草 再往后看就是通知里面所说的菜地 它被居民自发地分成了很多小块里 种了很多种不同的蔬菜 在深圳农华区的河贝老村 记者走入一片菜地 看到这里还有番薯、生菜、菠菜等蔬菜 旁边还搭了架 上面还有南瓜、荷兰豆等 不少都已经可以收成了 可见平日是有人来这里来打理的 附近居民说,这些菜地 大多数都是附近这两栋楼的住户自行开狠 每日都有人过来淋水、除草、施肥 最近他们亦扩实看到河贝村的相关通知 但他们并不认为在这里种菜容易引发火灾 就是三个星期,上面那个扁 那个扁人走负 就是从脚下 有可能是人家吊人头下来 后到垃圾上面就会走负 这个菜都会走负 你只用负沙都收不走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大居民开狠出来的赛地 原本是用铁皮围挡的 还写着工地施工期间严禁进入的字样 但现在大门敞开 还有不少车辆停放在里面 而赛地旁边还冻着一块牌写着 政府储备用地严禁侵占 对于相关通知 当地的街道办就回复说 这片赛地其实是河贝老村片区 城市更新项目用地 本身并不是耕地 因为城市更新项目开发单位 未入场施工 而且疏于对该地块进行管理 有个别居民就将这里开狠来种菜 此前已发生过两单 因为居民丢弃的烟头 引燃了枯枝树叶 以及杂物着火的火情 的确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 因此 河贝股粉合作公司发了通知 要求对赛地进行清理 下一步 他们会妥善做好相关情况的沟通解释 并督促项目开发单位 做好地块的管理 但你不是说他们种菜很聪明 种了很漂亮 最后农华街道 等于承认了管理问题 今次的古怪 是在于通知 是将两件事的因由 头尾架接了 他本身 这里就不是耕地 本来也不是村民的致用地 本来他就是收储用地 自然就不可以 劃归成为村民的农地 也不可以种菜 这个跟安全无关 是跟权属和用地性质有关 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调烟头 容易引燃 产生安全问题 那你应该去捉调烟头的人 不是杜拙核区里面一切的二言物品 我们穿的衣服都二言 难道不穿吗 放弃管理一切都是问题 所以不可以懒 要鼓励是要有措施的 今天在香港为主要鼓励生育 香港防委会小组通过 今年4月1日在指定时段内 有新生婴儿的申请者 可以缩短一年轮后公屋的时间 居屋也可以优先选楼 缩短一年 但其实本身要等多少年 减刑是缩短等待一年 去年8月的最新数据说 从22年6月到23年6月1年12个月当中 香港公屋的平均轮后时间是5.3年 缩短一年的等待时间 还要在近期出生的小孩 即是可能要等到他四五岁才可以住得到 当然我们都知道问题是难解决的 但我们更加知道 居住空间足够了他才有生育的条件 但现在要先生育 再等条件 即是好像有些 或者不是很... 总之 我看下一条 最近香港海关在大嶼山大澳 檢获三千多公斤 懷疑走私到内地的澳洲龙虾 约值124万元 很多人一听我 龙虾 知道大家想问什么 都先看详情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龙虾 大家都知道走私是违法 但可能更想知道 今次这批奥龙 接着会怎么处理呢 124万3千1百公斤 除回估值 相当于每斤200元 我们再看一宗抢劫案 是发生在台北市 一名女子被两名劫匪 当街抢走了大辣辣230万元新台币的现金 案发30个小时后 当地警方在新北市捉到这两名劫匪 那装款是否都拿得回来呢 都...拿得回一些 为什么呢 示范在1月9日上午 在台北市的重庆南路 一名女子当时路过银行门口 一名黑衣男子上前仰装问路 她的另一名同伙 尾除其后 曾经抢走女子 装有230万现金的背包 随后两人狂奔到马路对面 截停出租车火速离开 据警方的调查 两名歹徒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在东日上午提前刀场埋伏 得手后搭乘出租车 逃往新北市的住处 当时警方在两人住处周边埋伏手后 第二日先后逮捕了孙胜和蔡胜的劫匪 但发现背包内的230万现金 只剩下28万 据犯罪嫌人公述 其余装款已被他们拿去还债 换钱可以掌握被害人的资讯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怀疑 经调查 两名歹徒都有犯罪前科 声称是通过朋友得知被害人有据款 因此预谋抢劫 被抢女子自称是某公司的秘书 但对公司名称现金来源均交代不清 警方不排除拿起案件在黑食黑 将持续追查案件共犯 和正如装款的流向 非常耐人寻美 警方怀疑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两名劫匪如果他是随机作案 你怎可能找到一个 拿着相当于超过50万元人民币现金的目标 那他肯定有消息来源 甚至还认为这个事主他不敢报警 因为这些所谓的现金 这些欠款的来源是有问题的 牵扯出来的 他们的欠款 也不单只是巨款的来源 还有两名劫匪欠债的源头 理论上如果警方说的真是黑食黑 那警方内部黑也应该有黑的资料 但这次公布的信息还是 猜猜猜猜 所有东西都蒙茶茶 知些不知些 这个也挺匪夷所思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农历新年了 大年三十 整家人团团圆圆吃的年夜饭肯定不少看晚会 我们大湾区 当然有自己同声同气的随值晚会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 及香港有线电视联合制作的 龙藤湾区欢乐年大湾区随值特别节目 年三十晚将会在大湾区卫视 珠光频道以及港澳地区媒体播出 香港会场的彩排和录制在昨晚已经开始 我马上去探一下 看看有什么明星 香港分会场的彩排和录制 选指香港西九龙文化区 参加晚会演出的 有一众香港著名歌手演员 他们在独具魅力的维港夜色下再歌再舞 我们今天选择了很多草猛的经典歌 变成一个组曲 又可以在维港这么美丽的风景里去拍摄 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希望到时在年三十晚的时候 可以和各地的民众去慶祝 今天我唱一首歌就是大会要求我 唱我的金曲《别问我是谁》 这次录制这个节目我觉得都很特别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好像在香港地区表演得比较多些 但这次我们这个节目 就在内地很多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 又是和大家一起过年 而且很特别又是在我背后 在香港维港的这个景色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这段熟悉的旋律 有没有勾起你的港剧回忆呢 大合霍元监主题曲的演唱者叶振堂 将会带着这首经典金曲 在随直晚和大家一起喝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振堂 龙年很快到了 在这里我祝大家龙马精神 龙精富猛龙冠威最重要最重要 大家身体健康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游局局长杨俊雄 昨晚也来到陆制现场 为演艺嘉宾打气 他希望大家共同为粤港澳的观众 呈现一台精彩绝伦的表演 希望各位广东的观众 大家都一起欣赏这个春晚的节目 我在这里祝大家龙年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龙马精神 大家敢说 随着导演王家慧执道的电视剧《繁花》的热播 民众对上海的城市地理及人民历史的关注度 都不断攀升 另外老上海人的美食记忆也被再次触发 有不少商家紧紧这个热点 推出繁花套餐 据介绍 现在套餐的销售情况是非常火爆 排期也要排到一个星期之后 随着电视剧热播 剧中出境率极高的上海黄河路 和平饭店 外滩27号等地标 成为了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记者去到和平饭店 看到门口已挂起了繁花的剧照 还特意设立了胖照打卡点 市民游客和胡歌饰演的男主角阿寶合影留念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 不少市民还特意前来 想试试剧中的同款套餐 不过大多胖了个胸 然后我也想到和平饭店 来打卡一下剧中的同款的场景 然后听说他们这边也推出了一个 剧中的同款套餐 但是我刚刚也跟他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东西还是要提前预约的 也是蛮可惜的 在餐厅推出的同款套餐里面 排均年糕 干炒牛河 炮饭等均是主推的菜品 保种中爱的菜品 汪小姐的心头号自然是不少的了 菜名更是道道紧扣剧情 餐厅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套餐的销售情况非常火爆 预约已经排到大约一周之后 我们是有的 但是今天现在都预订完了 晚上也预订完了 打电话跟我们预约就行了 但是目前都要下个礼拜了 剧中的同款美食一夜出圈 记者留意到该剧的威力 还蔓延到了外卖平台 记者在某外卖平台搜索排均年糕 随机点击附近的一家门店可以看到 排均年糕的月销量超过3000单 远远高于店内其他产品的销售量 而上海影视乐园旁边的酒店 也推出了繁花套餐 酒店大厨说 胡哥在电视剧里面吃的补种炮饭 和普通的粥不一样 上海人的炮饭用的是前一天的淨饭 第二天再放入开水慢慢煲滚 你知道上海的节奏很快 当时的人他不会去烧 他怎么办 他用开水 通过加热让它变暖 那么就形成了上海泡饭 所以说 泡饭在上海人的印象当中 它不一样 它是很有底蕴的 齐手共进 玩具快信 昨天下午 随着深中通道 近日 十二名可爱的江门小省丝BB 勇厂东北 将在克隆江省哈尔滨市七台河市 开启为期五日的游巷之旅 在哈尔滨音乐公园 他们现场表演赛里佛省丝 赢得了阵阵掌声和汉彩 令东北露铁 乃至全国人民 看到了江门放大精深的武术文化和调香文化 在克隆江哈尔滨 有游客拍到中央大街的甲 已经成为了甲珠 肉眼可见地肥了几圈 在全国江地游客的热情投胃下 它们都肥成了圆绿绿的波 有网友说 这些甲就来没有颈了 有些就说 这个不是肥 而是幸福的膨胀 从11号起 国家移民管理局 正式施行便利外籍人员 来华五项措施 其中持24小时内 逛制联程机票的外籍人员 在北京首都 广州法国 深圳保安等九个国际机场 可以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 免办边检手组 昨天11点31分 由俄罗斯莫斯科飞尼的 CZ-8372航班 顺利飞抵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这是便利措施实施后 深圳机场口岸 首架符合条件的客棍航班 该航班符合条件的68名旅客 实现快速中转过境 今晚《湾区最新闻》 我们先看这么多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湾区最新闻》的 微博、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全天会刷新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新闻 我是努力 明晚继续找 不顺多教我 不顺恨可疼 然而若有难堪 手先捧你上波 寒冕照呼 假意毅情 作困坑 唯一你我自好 从真的都识破